請教一下老王 接下來的行情 到底台股的亮點會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 這亮點有可能是九月營收 待會幫大家做追蹤 不過也有人說 會不會是這個其他題材啊 比如說像這個 費玉勳不是要做這個告別演唱會嗎 老王你會不會去聽 你那麼愛唱歌 告別演唱會聽起來好像怪怪的 就是封麥演唱會 費玉勳他比較不是我這個年代 所以我比較難唱 所以你是聽江蕙的嗎 江蕙那時候好像十六場追加九場 一票難求 所以你看這個商機 他們今天股價就非常硬挺 其實也是有差 那他現在是五場 然後準備追加兩場 這是寬宏藝術幫他賣的 不過股價就是停在這個地方 會不會有這種比較怪異的題材 還是說像最近很多的工業區 有很多的台商回來 這些工業區相關土地 會不會是題材 還是最近公布的九月營收 其實都不錯 但股價沒有太大的表現 你怎麼看接下來台北股市的亮點在哪裡 其實講這樣亮點 要嘛就是要題材 要嘛就籌碼對不對 那我覺得其實這些亮點都不是重點 因為今天禮拜五 今天長黑大家 Kimoji很差 我們今天講一點 比較有趣我個人的發現 你又發現了 我發現了一張圖 你知道這個是復仇者聯盟 薩諾斯 在座大家有看過嗎 對 然後這個是薩諾斯 他這個是超級大反派 對 而且這次的電影 他還是贏了所有的超級英雄 對不對 他就是最後結束 我們說復仇者聯盟 對他就贏了 反正他現在就是還活著 他那手套叫什麼名字 這個手套 這個我就忘記 這個手套叫什麼 要問那個 我問一下 東森宋慧喬 那個叫什麼 無限手套 無限手套 今天宋慧喬 哏很多 對 那無限手套 那他其實就擠完這幾個寶石 他就會變成非常巨大 那基本上很多超級英雄打不贏他 那我問你 大K 那這樣子的話怎麼發展 總不可能反派一直留著吧 這麼多人 都沒辦法把他 我今天就列出來了 無限手套拿掉都拿不掉 你覺得 大K你覺得哪一個人 比如說你是覺得鋼鐵人能夠幹掉他 還是雷神所有人不能幹掉他 你覺得最終會由誰來幹掉他 不知道耶 還是找壯一點的 全部的人都試過了 都失敗了 我告訴你 我有個新發現 什麼發現 有一個人可以幹掉他 誰 我們下這個 就是我們的蟻人 蟻人 為什麼 觀眾是不是沒有想到為什麼是蟻人 蟻人 因為他可以縮小 縮很小 你看他奈米級 奈米級 你看他騎在 這是會飛的螞蟻 他騎在會飛的螞蟻身上 你就知道多小 就這麼小 然後他更小 那這個功用是 他是可以伸縮自如的 而且蟻人又是個神偷 對 他就可以偷偷淺進去 然後把無限手套偷出來 對 或者是把幾顆寶石也偷出來 對 薩諾斯總是要睡覺了對不對 睡覺的時候把他偷拔出來 這是一個好方法 哎呦 你要去當這個編劇囉 說不定下一集要這樣演 對 如果下一集真的是蟻人對不對 那就不錯 我們就算 你就紅了 你先爆雷了 那就是這樣的結局 我就認為目前台股算 大空投就是薩諾斯了 用空投 用薩諾斯來形容 我們現在台股的空投 我想再不回 尤其今天就跌了200點 所以覺得接下來要用小 要用小 當作投資的主軸 對 那我覺得要用小之間 其實我想很久 因為現在觀眾對我的印象 就是又短又小 對啊 沒有 我正要講說老王 不是短就是小 其實很多網友留言說 我對老王很刻薄 其實我想不通 其實我給老王 非常大的空間 你知道嗎 對 就給我很大空間 讓你 你看你的時間也比較長 對 觀眾覺得我 對你太刻薄 真的有嗎 你有玻璃心嗎 其實沒有沒有 我沒有玻璃心我很好 因為短跟小 直接講 下個禮拜就不要來了 對 其實不要這樣 我們可以講 短跟小是一個特色 它不是一個事實 是這樣 那今天要告訴他 小 我連續舉了五個小 比如說你最近要找什麼 但是我這個是建立在一個前提 就是我去幫大家搜尋了 九月營收 因為我們以前介紹九月營收 其實有九月營收的股票 要大成長或者創高的 然後我們再來找裡面 比較小的 那為什麼要找小 因為大的容易被狙擊 像現在外資拼命在賣 你找那種股本大的 你就第一個被狙擊 那你要找那種股本小的 外資看不上眼的 或是一般散戶 看不上眼的股票 它才容易漲 就是它小到微乎其為 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反而是默默一股亮點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一波 目前還是像阿哥講 還是空方趨勢 這些股票只是叫你做個參考 等一下我們會 你去找買點 不是叫你馬上去買 因為這種行情你容易受傷 就可以列入口袋名單 對 如果從營收來篩選 那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我們把那張圖放到 這個第二台這邊 讓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你要講什麼 股本最小 股本最小有誰 那我就幫大家抓了 營收創高的 油田 股本來多少 6億 6億 單月營收就3億 原本才2億4千萬 變成3億5千萬 這個跳針大概7層 這跳很大吧 那你可以看過來 今天的線圖 今天算超級強了 今天當然跌成這樣 他才跌個1%左右 而且盤中還是 反而創高的 反而創高 因為利多嘛 回檔下來 其實利多你不要追嘛 你回檔下來你看 他是不是守住這個 前一個上個禮拜有這個缺口 你只要未來守住這個缺口 到50.7到49.5 這個缺口的時候守住 就有機會再反覆來測試這個 因為剛好利多也打到這個大量壓力區 我們說這個壓力區就是個壓力 你有本事跳功開過去 他就直接噴出來 問題是沒有 他就為了就做震盪 那什麼時候會噴出 就這個高點55.3 真正克服之後 你就可以去注意了 是 剛好講到這個缺口了 我們今天一樣 禮拜五 買高麗菜送蘿蔔 買青菜送蘿蔔 每次跟我講的不一樣 超沒默契 超沒默契 因為對我科佛 我們看一下大盤的K線 剛好我們 大盤K線來一下 剛好買菜送蔥有缺口 好 這個 其實我剛才有說 這個是阿哥禮拜三已經看空了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大方向 阿哥都賺大波段了 你說賺短 短線要等技術派 那你知道 你要什麼時候會切入 所以簡單講缺口 因為我們教過很多是缺口 我是教大家說 如果阿哥 比如說你認同阿哥 今天盤中我跟阿哥有聊 阿哥說今天 這個往下跳空的時候 空單就是要爆到收盤 其實是一個加碼訊號 對因為我們說突破 再就中繼 最後就等一個絕境 這樣子 好 就送給大家 一缺口交代去操作 那一樣中域也有缺口 中域是屬於什麼 小小瑜 他已經說 他已經說多小你知道嗎 看那個是億三億 這個三千萬而已 哎呀 三千萬 多少公司 就有三千萬 對不對 這有三億 還是三千萬 看不起 其實我們禮拜三 已經有講過中域了 中域 剛好禮拜三講完 他就開始跳空 那你就觀察也是個缺口 他是不是做一個震盪 守住之後就往上 那我們來看一下短線 因為他永元副總的講是長線 那我們看短線大概就會來 有機會攻擊到這個量價大量區 壓在這邊 壓在這邊 大概是230塊左右 還有一段空間大概是這樣 大家觀眾可以繼續看 抓這個空間 那底部也的確有出量 所以短線大概就在這個區間做震盪 只要缺口不破都還是偏多看 好那第三個是 市值最小 市值最小 我會找市值最小 因為市值最大容易被外資砍殺 市值最小的 比較不會有明顯 像這檔 市值最小但9月營收有的 對沒錯 前提都建立在9月營收 創高或成長 你看這個好展 9月營收 一下跳了七成 直接破億了 那你看 他是不是也突破一個長期的下降壓力線 今天就非常強 今天大展5% 重點是底部有沒有爆量 有 經過那麼久之後 其實你都沒辦法買 今天大量開始代表你有機會去介入 那你說怎麼去介入他的高低點 第一點就直接看 因為今天爆大量 今天的第一點38.7就是你一個支撐 那高點呢 就是未來有機會轉強一個點 那你這樣去做操作 好那再看第四個呢 講第四個之前這個 這個為什麼會有孝孝羊 你知道這孝孝羊對不對 沒有其實我是覺得他是小明羊 就我們講了那麼多人小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覺得 這個小的會不會太不夠力 小的感覺就沒有力 我想跟他講 大哥你以前有沒有騎過小明羊 有啊有啊第五 第五五十 欸觀眾朋友小看 以前我們這個 你那個年代 最好就是小綿羊啊 有一台小綿羊就是拉風啊 所以我告訴大家未來如果 爬妹利器 爬妹利器 如果來盤勢去疊 搞不好這些小綿羊 就我剛才講見到那些小的 就有可能在市場上一隻獨秀了 老王這哏很好啊 對對對 網粉有聽到老王這哏很不錯啊 所以今天不要嫌小 我們再看下面兩檔 比如說現金殖利率吸引 這個金銅的現金殖利率好像只有一兩趴 我根本不想買現金殖利率太小了啊 那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 你來買股票 長期投資來看現金殖利率嘛 如果你是要做 那你要看現金殖利率 你去看國具跟環球金就好啦 對啊 所以你說要現金殖利率吸引力小的 反而可以注意 反而因為他 我們看的是他的價差 不是看他的殖利率嘛 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看這個籌碼 金銅這邊有沒有爆一個大量 一萬多張 接近一萬五千張大量 對 爆上去之後呢 就鎖住這邊區間震盪 通常這都可以視為主力 在這邊吃貨一個大量之後呢 所以短線就看區間在這邊34.55 我說守住的話 也許就區間震盪 那高點是 今天剛好來測欸 這麼準 剛好就守住 因為主力成本就卡在這根大量區 量最關鍵 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最後呢 本益比最小 本益比最小 本益比最小就是這個 記憶體族群啊 像旺宏這個黃萬間那邊跌翻了嘛 是 現在跌那麼翻 你說要做空還 空間到底大不大 我是問號啦 可是你可以看至上 至上的營收 也是持續在成長 都四成以上的成長 所以 本益比多少 本益比非常低 本益可能十出頭倍而已 你看 以他的股本 你看他現在29塊而已 那當然你要操作這種股票 因為他比較弱勢 你就只能很簡單 抓一個前提 去搶反彈 然後鐵破你就停損這樣 那目前前提在28.55 你看到有沒有機會守住 你就可以去做操作了 大哥你覺得 今天老王帶來說 未來的投資小 很重要 你覺得對不對 對啊 國巨營收一創新高 本益比四倍 也算是最小 只要 倒打 老王一把 沒有他說是對 國巨還有機會 因為反彈到我們的生命線季線 幫投資人這樣 打一個技強心針 所以阿哥也認為小也不錯 是不是